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37 2018年8月28月10.05分04秒 播放流水 8798FD96C863873F85369 Def5944D917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越重炮轰开枪手大门 盘点C罗5大任意球破门 时长有2分些秒 皮亚尼齐青城C罗是目前球队的第一任意球手 腾讯体育8月29日训 皮亚尼齐上个赛季与迪巴莱 是尤文图斯的两大任意球手 而在新赛季 随着C罗的加盟 尤文图斯的任意球主发第一人成了C罗 但是根据OPTA的数据显示 在任意球胜门成功率方面 迪巴莱以及皮亚尼齐都比C罗要高 皮亚尼齐是一位任意球大师 在近区湖顶附近偏左侧的任意球威胁极大 上个赛季 他也与迪巴莱共享球队任意球的主罚权 其中皮亚尼齐主把前场左侧的任意球 而左脚球员迪巴莱主把前场右侧的任意球 新赛季 随罗加盟尤文后 球队的任意球的主罚选择出现了变化 皮亚尼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随罗成为了尤文图斯 新定的第一任意球主罚球员 随罗加盟了尤文图斯 他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已经证明了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一开始在尤文图斯的训练中 我与迪巴莱主把球队的任意球 但是现在 球队的任意球100%是斯伊罗主把的 他也是一位非常棒的任意球打师 斯伊罗的任意球能力出色 在职业生涯中也确实打入过许多精彩的任意球得分 在本届世界尾与西班牙的比赛中 斯伊罗的那角任意球得分 就帮助葡萄牙帮平了比分 但是仅从任意球主把成功率上看 斯伊罗与迪巴莱以及迪亚尼齐相比没有优势 斯伊罗 迪亚尼齐和迪巴莱的任意球数据对比 根据OPTA数据看 自从2012年以来 斯伊罗一共主把了170次任意球 但是仅打入11个进球 圣门转化的分率仅为6% 而在同时期 迪亚尼齐主把105次 打入14球 成功率13% 迪巴拉主把49次 打入9球 成功率18% 因此次班阿莱格里 让斯伊罗主把任意球 的选择或许并不是正确的 斯伊罗在一甲的前两轮比赛中圣门15次 但是没有进球 而在谈到斯伊罗的一架手球时 皮亚尼齐说道 斯伊罗的加盟给油文带来了新的东西 我必须要折服的是他的圣门非常棒 他给油文带来了巨大的信心 他加盟油文我非常高兴 他的加盟使得我们更加强大 我希望他在油文过得开心 随后皮亚尼齐又谈到了对战拉奇奥时的进球 并谈起了球队新赛季的目标 对战拉奇奥的比赛中 那个球非常高 但是我准确的发力将球打入球门 这个球不仅需要技术 身体的协调也非常重要 与前几年相比 我进步了不少 油文新赛季的目标 我们要保持赢球的节奏 我们要为球队赢得更多的奖杯 油文图斯有伟大的目标 赢得一界冠军 小飞 看看大家一定能够做 Challenge 红尾 明天都没有 parfait 都没有想法吧 nouvelles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